因应台积电进驻高雄 以及相关产业供应链厂商的办公需求 高雄市政府规划高铁科技之心 公办读根案 那么日前是举行了签约仪式 未来将会新建三栋 地上26层的商办及住商大楼 还有联通左营高铁站的人行系统 要打造北高雄的新门户 无论是商办旅馆甚至是社福空间 模拟影片中的左营高铁科技之心 是高雄市政府与业者合作的都根案 日前双方共同签订契约 以188亿元的投资额 在7200平的土地上 开发约7万平的楼地板面积 以及设计规划独步全台 面积达一公顷的立体人行系统 连通左营高铁站 把它整合以后 那么经过大家的签署 那经过都市计划变更 将转运站用地停车用地 转变成为商业区 同时也留下置红池 转运站跟公共设施 一公顷的大的平台 把它整个跟高铁站直接连结 事故它为一个崭新的呈现 总共投资188亿 合计大概会有6万多平 其中作为A半大概有3.7万 然后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hotel 然后我们也有商场 那么同时是我们自己会分回之外 我们还分回了我们的给我们的铁道局 我们的转运站有2000平方米 然后我们自己的停车场的部分 也会分回有175 那么我们自己的办公楼的部分 也会分回585个这个车位 是归给我们自己的 林青龙表示 市府配合中央政策 推动X科技郎带发展策略 及北城计划 随着台积电进驻男子产业园区 相关产业供应链厂商的办公需求大幅增加 因此也将这个公办都市更新案 纳入北城计划中 期盼借由建设公司丰富的开发经验 及著名建筑开发团队 将本案打造为北高雄的新门户 非常谢谢地主市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这个案子相信会为高雄带来一次 非常亮丽的一个烟火火花 看到说它一个必要的条件叫做串联平台 我们的想法是 它不应该只是一个通道 而是它应该要把整个跟高铁站 整个完整的结合 我们有信心 我们要整个翻转高雄 把原来旧旧张张的后站 变成非常亮丽的新高雄 让所有的旅客或高雄市民 从高铁站一出来的这一刻呢 就觉得哇好棒 新亮点新地标在高雄出现了 我们有信心把左翼高铁站 变成六都最漂亮最亮点 最具有地标性的建筑物 本案规划A基地新建两栋 26层商办及驻商大楼 并建置左营转运站 B基地规划一栋26层商办大楼 两侧有公园及停车场用地 并辟建公托 里民活动中心等等公共设施 期盼透过本案开发 为北高雄创造优质工作与移居环境 带动高雄产业的转型发展 员